每一句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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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中文的每 每明明的單數 以前在大男人社會 這樣的話 絕對沒有異議 Everyone minds his own business 每一人 沒有指名男或者女 但his 擺明是說男人 換句話說 只算男人 即是中男輕女 即使今天也好 很多人都認為 這一句沒有問題 不過爭取男女平等的人 就會這樣改發 Everyone minds his or her own business 好可惜 很多專家認為 his or her很巧巧 此其一 其二 他們認為everyone 這個字 字面雖然是單數 但意思是指眾多的人 因此 不如這樣 又不用his 也不用her 想用neutral 中性的字眼 這樣改發 Everyone minds their own business 只看字面 everyone 是有矛盾的 不過這樣的語法 已經被大多數人接受 算對 你要看醫生有人介紹 你去找Doctor Chan 你看到Doctor Chan 或者陳醫生 你不知道是男還是女 因為名銜 Doctor 是一個neutral 中性的字 沒有gender性別之分 以前就不同 以前見到Doctor Chan 或者Doctor Lee 一定想一個男人 因為以前女醫生是鳳無倫角 今天就不同了 醫生就醫生 何必要分性別呢 如果真的有需要 可以這樣說 Chan Is a woman doctor A lady doctor 或者 A female doctor 最重要知道的 就是語言上Doctor 這個字是沒有性別之分的 就好像這些字 Manager Author Engineer Lawyer 現在女人做經理是屍空見慣的事 絕對絕對沒有需要用Managerist 這個字 如果刻意用 就有Sexist的嫌疑了 我們以前講過 Actor 這個字都是男女併用都可以的 現在女演員都稱為Actress 無非就是表演行業裡面 特別重視男女的分別 補充昨天所講 Actor 這個字男女可以並用的 以前演戲 差不多只有男人 一遇到一個女演員 就急忙於突出她的性別 於是用Actress這個字 今天女人演戲是正常的事 因此可以取消Actress這個字 以前讀書是男人的專利 寫作更加不在話下 一遇到一個女人作家 那些人是匆忙於突出她的性別 用Authress這個字 今時今日理論上 Writer 或者Author 都是男女可以並用的字 遇到一個女人作家 你故意稱她為Authress 是有貶義的 用英文形容就是Demeaning 你聽聽這句中文 有一個女人是作家 你說她是個出色的女作家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 她是出色的女作家 比起男作家 她未必出色 因此不如這樣說 她是個出色的作家 在男女平等的時代 操持非小心不可 重複昨天的結論 今時今日男女平等 操持非小心不可 不過應於歷史不淺 有一時間改了所有的詞語 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看這句字 Master 做名詞 解作主人一定是男人來的 女人稱為mistress 很可惜mistress 由小老婆外語的意思 所以mistress 不要亂用 Master如果解作大師 糟糕了 有個女人是畫畫大師 你稱她做 She is a master painter 操持是否有矛盾 有個女人讀書 讀著做碩士 She is a master of arts 一樣有矛盾 不過目前 沒有一個比較好的稱呼 表演行業 經常用MC這個簡稱 全名是Master of Ceremonies 那女人做MC是怎樣 你稱她為mistress of Ceremonies 很肉酸的嘛 不如這樣 改用這兩個字 一 convener 二 host 記住不需要用hostess 如果我突然間給這個字你看 house husband 你會打個突 你細心看看 沒什麼出奇 有house wife 一樣有house husband 一個專門打理家務的女人稱為house wife 如果是男主內 女主外的 男人的名稱是什麼 就是house husband 我認識的女人當中有很多人認為house wife 這個字絕無不敬之處 但是也有很多人認為這個字好一點 homemaker 爭議暫時還沒有定論 將來這些字都要變 怎樣變法呢 我不知道 好像這個字這樣 體育精神 sportsmanship 為什麼不用sportwoman 書法這個字 penmanship 為什麼不用penwoman 工藝 workmanship 為什麼一定要說workman 講政治 statesmanship 香港一幫女人領袖 是不是要統稱statesman 以前的戴卓爾夫人 是不是要稱為statesman 一個單數 一個複數 苦權運動頗有成就 但是文字革命尚未成功